大家好,我是朋友 我們這一集玩的是拉普拉斯 那拉普拉斯的使用率其實還蠻低的 因為他種族值不是說到很高 然後又分配的太平均了 不過特別的是他會用三招的一級必殺招式啊 絕對0度狡撞第一列 那看到這三招 大家就會想說 我是不是要靠賽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們讓隨風球跟拉普拉斯當隊友啊 這個我們變小接棒給拉普拉斯之後 對手命中100的招式打我們也會變成33% 對手的招式命中率就跟我們一級必殺招式差不多 而且他打到我們我們不一定會死 但是我們打中 他是一定會死的 那我們拉普拉斯最後就要帶了兵力 就是去防止對手的氣勢皮帶啊 那我們就先上隨風球還有拉普拉斯啊 最後就出個高進吧 可以打西式海人啊 對手第一隻是煤炭龜 煤炭龜麻煩的地方是他可能會有哈欠啊 那哈欠是必中啊 所以我們變小也躲不掉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先打個變小啦 雖然是會被他碎 但是他後續有可能會打不到我 真的是直接打哈欠 而且我們是還可以再變小一次的哦 四階閃避率 他命中100的招式相當於會變成43%啊 所以我們待會是有機會直接醒來接棒的 好他這邊先丟了隱形眼 他能打傷害的招式應該就是有過熱啦 他過熱本身命中就是90 再加上我們四階閃避率 很難可以打到我們 啊怎麼打到了 太扯了吧 這樣可以打得到 差不多40%的命中率呢 說中就中哦 哦他是避難背包的 我是洗車火爆瘦 沒事沒事他打到我們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啊 我們還可以再變小一次啦 我不相信他可以打到我 這個人這麼狠哦 還要太金化哦 他打到我我應該也是直接沒啊 那我不相信 沒有錯 碰不到我 完蛋 但是這裡沒戲 我感覺 要再貪一手耶 感覺要按到六階閃避率耶 他怎麼打到了 而且他比我快 完蛋 他是講究維金啊 因為我隨風球沒練速度 所以清裝之後還是比他慢 倒了 等等先上拉普拉斯啦 拉普拉斯應該是點得住他一次的澎湖啦 畢竟他現在是沒有行天的 我們直接來一把絕對領路 可以頂住了 漂亮 絕對領路打中哦 這樣也合理嘛 他 輕輕鬆鬆就碰到我水風球兩次了 我絕對領路打中他 也是合情合理 來被出場 完蛋 那普拉斯速度比來被出場慢 那我們只能先打兵力啦 加減耗一點血量 好癢 好癢 他怎麼是打吸血力量 他以為我比他快吧 還是我們這邊 再來一把 來一把絕對領路試試看 好他打過來了 好癢 但是我沒死 不過絕對領路沒中 那這樣沒辦法了 只能打兵力了 接下來就要靠我們的高精了 但他這個來杯出場看起來是 血量防禦練滿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打他 贏面很大哦 雖然他有暗影球 但是我們 是泰晶一般啊 我們泰晶一般 先打個軌跡 我們軌跡多打一點 這樣待會就可以直接秒掉他煤炭龜了 因為煤炭龜速度比我們慢 他煤球打過來 沒有效果 我感覺要再貪一次的軌跡 他這裡肯定還收不掉我 刷刷茶炭 打我79滴哦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撐住一下 那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打過去了 估計是可以收掉他了 他應該是耐熱啦 所以我們打必備武器吧 但是我焰打他不會比較痛 速擊都沒觸發啊 沒事 我沒事 但是燒傷了 怎麼會這樣 完蛋 好可以 直接 秒掉他 那這樣應該還行啊 這裡還不會死 我們只要下回合可以直接收掉煤炭龜的話 我們還是會贏 而且剛才是扣12滴啊 他就算這邊有守住 我們還可以再撐一回合 Solo 現在現在沒任何鬼 可以ięk 我先看 要聽我們是 有什麼改善 有第一隻狂歡浪舞鴉 那我們剛才讓水豐球學了電磁波 我感覺再弄個電磁波 他碰到我們的機率更小 OK有誰全部 1 3分之1而已啊 他雖然會加速度啦 但是這邊電磁波打下去我們速度還是會比他快 那我們就開始變小按起來啦 他有冰雪 但是冰雪沒打中 就繼續變小 他有再來一次 但是再來一次也沒打中 看起來很順利喔 冰雪打到了 但是也沒死 可以這樣可以接棒嗎 6階閃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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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一次 沒有打到 我們來把腳鑽試試看 喔 他這邊選擇換人 是阿拉結尾了 好險我們沒打絕對領路 腳鑽沒打到 他上來開雪天 會幫我們增加防禦 喔他上來開急公墓的 但是我們都是一級必殺招式啊 急公墓 心童虛色 腳不然直接打錯 漂亮 大扭拉上來 大扭拉就怕他有格鬥招啊 太金花按一下好了 雖然我們保留兵器的話是 有雪天的防禦加成啦 但太金花還是 還是可以減少一點傷害 結果他直接打克命爪 克命爪沒打中 滴裂也沒打中 沒事沒事 我們繼續按 克命爪還是沒打到 滴裂也沒打到 克命爪打中啦 完蛋 毒手觸發了 而且他為什麼要一直打克命爪 還是他是講究系列 滴裂也沒打到 我再給滴裂一次的機會 再沒打到 我就要換別招了 我已經換人了 那感覺他是講究系列 而且我不確定 我們太金地面之後 絕對零毒的命中 又變多少 因為非兵系的話絕對零毒會變成20% 我不確定如果太金化 變成B的屬性的話會變幾% 我們這邊該打腳鑽 呦 腳鑽直接打到啦 漂亮 因為他換上狂歡浪鴨想要用冰懸打我們兩倍 大牛拉回來 我再給滴裂一次機會 他還是打克命爪 OK 滴裂又沒打中 在這邊腳鑽一下好了 克命爪 又沒中 腳鑽命中了 看來腳鑽比較厲害啊 感謝指教啦 感謝指教啦 我們要先上隨風球跟拉普拉斯 最後一隻土台龜好了 土台龜我們地爭可以打年美龍跟賽夫好 然後也有種子機關槍打青石海人啊 我第一隻皮可惜 那我們就老樣子先丟個電磁波 電磁波沒打到 宇宙力量 加雙防 但是我們待會會換上拉普拉斯啦 所以 他這個防禦也沒什麼用 那我們就變小一直按就可以了啦 看是你宇宙力量厲害 還是我們變小厲害啊 OK 麻痹不能動 怎麼感覺 他很常可以動啊 感覺跟我平常被麻痹的情況不太一樣呢 我們這邊變小 已經用三次了 六階閃避率 可以直接接棒給拉普拉斯啦 宇宙力量一直按 沒事 你就繼續按 我們這裡直接腳穿 沒打到 沒打到 結果他也接棒 年美龍 我們改打地裂好了 看一下這把地裂的命中率怎麼樣 我不相信他年美龍可以碰得到我 地裂沒打中 他有普及啊 有點危險 我看太進化還是按一下好了 腳鑽也沒打到 普及打到了 直接過半了 直接過半了 我六階閃避率欸 他五階雙放 完蛋啦 哎呀我沒死 太誇張了吧 他連兩下打到欸 差不多 33%的命中率 連兩發打到 然後我一直打不到他 然後我一直打不到他 喔那這邊改打加弄光炮 完蛋我也沒打到他 但我這也不太敢打絕對零度欸 我不確定絕對零度的命中率是多少 OK 腳鑽打中 好險 他這個太誇張了啦 連續兩次鋪擊都打得中 啊不就好險亂輸一個我沒死 這邊皮可西上來 感覺是把腳鑽命中率比較高 我們繼續打腳鑽好了 欸唷喂 腳鑽又中了 可以啊 合理啦 合理 他兩次鋪擊 都打中我 我兩發腳鑽打中他 也是合情合理 這隻賽復好 賽復好的話我們就 打個地獵吧 他應該不會有太近飛行吧 他有 我們雖然打不中他 但他要打中我們也偏難 打中了 沒事沒事 日馬應該輸不了 我們隨風球很硬的 我不相信他可以秒掉我們隨風球 我們就打個大爆炸好了加減打一點傷害 就不用變小了 沒事我們隨風球很扛 死不了 炸他有點癢 但 我們土台龜只要先破殼一次 打個 炎石暴擊 遊戲就結束了 炎石暴擊 應該不至於會沒打中吧 喔 他按眼球到我們沒過半 但是我們破殼這邊會降 雙防 所以我們炎石暴擊 萬一沒打中 也還是會輸 但我不信 我不相信這裡會沒打到 他都可以暗影球直接打到我們拉普拉斯了 可以 打中了 成功收掉了賽夫好了 那就感謝指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了啦 哈 恩 嘩 咯 噓 額 咯 嘩 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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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